HELLO 大家好,我是Kiru 今天呢,我終於幫老婆完成了 她懷孕後最想要做的三件事情了 女生懷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而我們男生呢,為她做的事情真的很少 完成了這三件事情呢,也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我花了足足四個月 才幫她完成了她最想做的這三件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寶寶最想要做的三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吧 寶寶 妳現在生完小孩了,妳有沒有最想要做的事情 當然了 做一些懷孕的時候不能做的事情 那妳想要做什麼 軟頭髮 我的布丁頭超醜的 還有什麼 然後出去玩 還有耶 然後吃好吃的 懷孕就是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沒錯 所以要去吃一些我懷孕不能吃的東西 那妳出去玩,妳有想要去哪裡玩嗎 任何地方都可以 我覺得生完小孩真的很想要出去走走 然後把小孩子丟在家裡耶 放鬆一下 那我們再吵時間去吧 好喔 老婆第一件非常想做的事情就是用頭髮 沒錯 妳看我的頭髮 我的黑頭髮 一大姐 剛好今天有散班 然後等一下就是把老婆的頭髮剪一剪 大概會剪到這邊 很短 因為甩保現在會拉頭髮 我們大概就是剪到這裡的長度 剛好這個長度呢,景點比較流行 然後劉海的話我也會幫妳設計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行改造吧 現在呢 正在幫我老婆燙髮根燙 讓她這裡可以碰起來 這樣也要變花麻麻 妳看 掰掰 然後她現在頭髮變這樣 變得好短喔 對啊 髮根燙燙完 這一小塊剪完 如果髮根燙燙完 它會有支撐力 然後這邊就可以修飾練習 這樣過來 然後染了一個 比較有金色的顏色 我的黑頭髮妝也不近 對 可是呢 我就是希望她的捲度 會更好看一點 所以我會幫她造型一下 怎麼樣 OK吧? 可以 那我已經幫老婆完成一件事了齁 接下來 就是要幫老婆完成第二件事 今天總算吃到妳的最愛甜點啊 豆腐 抹茶紅豆 對啊 對啊 我記得妳那個時候有跟我說過嘛 懷孕完 最想做的三件事 我已經幫妳完成兩件了 我已經幫妳完成兩件了 拿兩件 妳用碗頭髮啊 妳最想整理頭髮 對啊 這最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 可以吃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對 就是甜點啊 我覺得最想要吃的應該不是甜點嗎 要不然是什麼 因為懷孕的時候 我都沒有吃生魚片 所以妳想吃生魚片嗎 就等料理 好 那我等一下帶妳去 好不好 要完成 我身穩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吃生魚片 而且它包裝成玫瑰的那個樣子喔 超彎了吧 它名字叫什麼 這個叫做玫瑰生魚片 然後旁邊是海藻 也可以吃 對 這間是伊田 那伊田呢 算是我朋友他們開的店 我最窮懷孕後啊 我就沒有來吃 終於可以吃了 沒錯 請享用 好 把它從最旁邊 先把它沖 不要沖到這裡一點 你說不用加醬汁 就直接吃 對 因為它已經把醬汁淋在上面了 對 對不對 是不是很有味道 對 欸妳不是之前就有吃過嗎 我忘了啊 欸我這個就沒有吃了 剛好加上這個就有酸酸的感覺 對 那個是海藻的 對 再一個好玩 好好吃 有滿足的感覺 炸蝦壽司來了 這個呢 算是他們店的招牌了 對不對 嗯 在外面啊 我吃的炸蝦壽司 都沒有吃一間的好吃 真的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 一定要點炸蝦壽司 來吃吃看 沒錯 而且我跟大家講 吃這個呢 一定要一口塞 哇 各位看 有沒有 知道我會很幸福了吧 好啦 好啦妳不要一口塞了 我開玩笑的 妳還真的很一口塞喔 可是很滿足對不對 嗯 它咬下去吧 會這樣卡卡卡卡卡卡的自己 很爽 嗯 這個是明太子雞翅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都是蛋 它有一點辣 可是它吃起來的口感很好 像我是一個不吃辣這樣 但是它吃起來的口感 我覺得是 很棒 然後這個烤鮭魚 這個呢 很棒 就是你切開的時候 它會這樣炸開 哇 今天是用起來拍照 我就是用起來吃喔 有蟹肉味 起司 然後蛋 起司味蠻重的 如果喜歡吃起司的話 可以點這一道 我明天呢 就要帶你去一個 Happy Happy 我們要去四天 就可以達成你的願望 四天它不會在你身邊 你看 你有沒有很開心 是有啦 可是我不知道會不會很想它 它應該不知道會想我嗎 我覺得還好耶 聽他還不懂 好 那我們就明天出發 去Happy Happy Go 哈哈 老婆 有沒有 很棒吧 超棒的 而且後面就是一幅畫的感覺 重點是 有沒有 達成你要的願望 就是想要出來玩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說真的啦 你才出來大概這樣一天 你會不會想你兒子 會想要捏捏它 這樣搓搓它 那種 難怪 我就想說 為什麼你在周上 然後你就開始在看她的照片啊 什麼的 好啦老婆 我記得你等一下要先忌耐對不對 嗯 現在Bobo要跟大家分享 她的哺乳內衣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感謝這個 貝恩哺乳衣 沒錯 因為它呢 讓我們有機會呢 可以完成老婆 第三個 第三個事情 對齁 那在忌耐之前 我要先來介紹的 哺乳內衣 我現在身上穿這件的話 是美膚無縫內衣 這件內衣啊 它最大的特色 是運用了海洋膠原蛋白生態纖維 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這個會使布料 會比較透氣 然後又保濕 穿一陣子了 現在感受度呢 因為它是無鋼圈的 所以就是你不會說勒住啊什麼的 不舒服啊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它是一體成型的 一體成型的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像有縫的那個 縫過的痕跡 然後可能會刺到你的肌膚 其實不會 而且你有在布的話 不要穿有鋼圈的 因為你有鋼圈的話 容易壓到你的乳線 會比較容易阻塞啊之類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比較貼心的是 它是可以單手 拆這個扣環 這應該不會看到吧 不會不會不會 就是你一隻手 這樣子就可以拆掉了 然後你這個掀下來 你就可以直接 撥乳啊 或者是你要積乳都可以 方便 好 扣上去 不要給人家看到 那現在呢 要介紹另外一件給大家看 它是親膚涼感 補乳內衣 聽到親膚涼感 就知道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摸起來是涼涼的 就是它可以讓你體驗降涼度的那種 我本來是個很怕冷的人 然後那個懷孕的時候超怕熱的 那像我們就是在南部 或者現在夏天比較熱 你這樣摸起來 它只能是涼涼的 很舒服 這個很適合我們 然後它這一件的設計 其實還蠻酷的 你看它的背後 是雕花蕾絲 而且它是不會讓你的皮膚刺刺的 它的內褲也是同一個材質 摸起來都涼涼很涼爽 像我現在身上穿的 跟這一件 它的設計就是扇形罩杯的設計 所以它就是可以把你的胸部包覆的很好 比較不會像有些那一串之後 你的胸部會這樣跑來跑去的 然後這兩件啊 後面都是U型的美背設計 所以就像我這樣穿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單穿 你後面不要穿衣服 它有一點U型的感覺 你拍到風景嗎? 有 風景超美的 就是它比較不會讓你的胸部就是有負擔 就是有那種體脫的效果 那最後呢 也要感謝廠商的邀請 然後這一次他們也提供了 嬰兒抗菌洗衣精給大家抽獎 那這一罐的洗衣精的功效呢 它就是可以 除臭防蠻跟抑菌三效合一 寶寶的衣物啊 一定要用嬰兒的洗衣精會比較好 像我們家鼠愛寶 就是我也都是用嬰兒的專屬的洗衣精給他 這次的抽獎辦法 就一樣訂閱三個頻道 然後影片底下留言分享 就有機會抽中 那這次我們會抽兩瓶給大家 老婆怎麼樣 今天帶你來住這個地方 有沒有回味我們兩年前來住的時候呢? 超美的耶 這樣有滿足你第三個願望了吧? 有 哇 我們已經今天算是第四天了 對 玩得開心嗎? 開心啊 出來放風一下 第一次這麼久了 水海寶沒有在身邊了 那其實我們也是滿想他的 所以我們今天逛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趕快回去了 不然阿公阿媽要瘋掉了 其實就很簡單 老婆就想要的東西就這樣而已 但是第三件事情就是很難達成 拖好久了 甩飽頭已經快四個月了 才有辦法帶老婆出來 剛好有接到貝恩哺乳醫的邀請 我們才有機會出來外面這樣 沒錯 對 很開心阿 大家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